各位好,我是联合大学能源工程学习能源中心的薛康林 那在这个单元里面跟各位介绍是二次电池挑战 也就是二次电池如果用在电网机出电的话 那它可能会面临到哪些的问题需要克服 在二次电池里面呢 它其中的需要克服的就是有限的充放电收命 前面我们介绍过,各位可以知道 像那个超高电容 它其实非常容易能够达到充放电次数一万次以上 因为它是电性的充放电 也就是电荷只是在表面上做物理性的充电放电 它电极本身并没有变化 但是二次电池来讲的话呢 它电极本身会起变化 就造成那个有限的充放电寿命 那这个呢,我们用千参电池来看 例子 那这个电池来讲的话呢 常常为了要提高它的充电放电的电流量 那我就要增加它电极的表面积 那这个电极表面积通常增加方法呢 就是用多孔性的东西 那个多孔的性的东西呢 那通常都是用粉 不管是铅粉这些东西 那把它压在一起 因为粉体的话 它的表面积才会很大 但是缺点是它导电度不好 通常都是用压力把它压成一个片状 那但是中间呢 都会用Current Collector 就是极电网 网状的金属网 或什么东西呢 极电材料 把电流透过这个极电材料 把电流导进导出 那另外一个是说 它通常来讲 为了电子设计简单 通常那个电解液都是固定的 是含浸在一个 多孔性的高分子的绝缘体里面 那这样子的话 电极本身呢 它的电解液是没有在循环运动 所以这个来讲 再加上那个电极本身来讲 它是多孔性的东西 所以它直传 那个里面活性物质交换呢 就会变得比较慢 那这个在阴极阳极两边都是一样 所以这些呢 它的特点是说 它的活性物质呢 都是储存在电极表面 那电极上面 那所以说呢 当这个电极的活性物质用完的时候呢 那它就必须要再充电 你就把这个东西呢 再还原到 还原到原始的状况 这样它才能再放电 但因为这样子的 它的电极表面活性物质在变化的时候呢 就会造成电极呢 本身来讲就可能会松动啊 这些问题 那它这些东西都是用多孔的东西 为了增加它电化学反应面积 所以它这些活性物质呢 都是大概是一个粉状的物质在这个上面 那粉状物质的话 它本身结构就比较松散 通常要用个外力的压力呢 让它这些粉状东西粘在一起 粘在一起呢 这导电性才会好 那但是呢 因为你电池在充房电 这活性物质它本身起了一些质的变化 那这些体积会膨胀或收缩 那这些呢 都会造成它最后这些粉体呢 慢慢的就松脱 那松脱了它导电性就不好 那这样子的话 下次充房电 这些松脱的物质呢 可能就没有起作用 那另外一个就是它本身来讲呢 它电极本身是一个定制型的 就是说电极本身没有在流动 那这些也是多孔的东西 所以物质的传递呢 从直这个之间呢 会稍微比较慢 也就是它有时候在大电流充房电呢 反而是受到它直传的影响 在这个多孔性物质里面 它没办法来得及充那个进去或出来 所以电流被它所限制住 那这个 那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那在充房电的过程中呢 活性物质它是 在这里面进来或出去 在这个地方 那所以说它这个电流量 可能就会受到限制 在这个地方 那它组成会再变 那组成变的话 也就造成它这个 这些分体呢 开始有体积膨胀收缩的问题 那到久了以后 它可能就会松脱 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地方呢 那个在本身的话 就造成说 它pore space这些变化 它本身来讲的话呢 它这个充房电的过程中 它这物质会 前进前出 像离离子这样子 那它会造成它本身的 这孔洞的变化 或是它牵涮电池 它组成的变化 那这些的变化呢 就造成它本身呢 它的那个物质呢 本身那个 它的那个衰退 或是它那个结构上 慢慢会变变差 那结构机械强度会变差 那造成它导电度 就会变 就降低 那整个电气呢 就会衰退这样子 那这样子的话就降低 到最后呢 它电性差到某个程度呢 就是电池不能再用了 所以它会有它 那个一些限制 就是limited life cycle 充分电的周期性呢 而且这个随着它的 充分电电流 有很大的变化 那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是负反应 那这个负反应的话呢 我们这边用电流 跟电位来看 那极化曲线 那一个电池 它本身来讲活性物质 当然这个电阵症的时候 它就这个氧化反应 那个负的话 它这个它电流就往另外一边变化 那在这个电位下面呢 它操作呢 就是比较安全 那通常来讲 你电位越大 也许你这边充电的电流就越大 那越负的话 这个充电 放电电流就越大 但希望说它电流 往越大的地方越好 但是呢 它常常会被限制住 这个限制就是电解值 那这个电解值本身来讲 它可能呢 在这个E1这个充放电过程中呢 各位可以看到 它也许它的分解反应 并负反应 其实电流量并不大 但是呢 你为了提高这个地方 它的充放电电流量 而移到说E2这个地方 来做充放电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它的负反应呢 可能会变得非常的高 那样这样就造成电池的烈化 所以说你也不能说 这个充电放电呢 有它的一定的节值的电压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地方 那个 这个如果你充电 充电的电池电压过高的时候呢 常常会造成 它的一些负反应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在这边 它你充电 如果你控制在E1这个电池的电压的时候 那不管是正极负极 可能都不会有一些负反应 但是你到E2这个时候呢 可能就会造成 那在这个以水溶液来讲的话 通常来讲 都是造成水的分解反应 水的分解反应 就造成氢气跟氧气 那这个的话就造成电池呢 它里面的压力变大 那会把电池撑破 那同时有像锂电池的话 有时候也会造成 它电解液的分解 或是里面的热变得比较烫 那电解液会气化 那造成里面的压力变大 那会把电池撑破 这些都是它的一些问题 那我们看 以千专电池来讲 这是它正常的充放电 那充放电的过程中呢 在这边 那这是它的二次负反应 所以这个负反应的过程中 就会造成说 它这边的水 它的会分解 一边会产生氧气 一边会产生氢气 那这个呢 就造成说它的 那个电子体积变化 那电池本身来讲的话呢 在充电一边会变成 从硫酸钳变成氧化钳 一边另外一边负极的话 它会从硫酸钳变成钳 那放电的时候刚好相反 各位也可以看到 在这个地方它有产生了 它整个化学物质的变化 那这化学物质变化 就会造成这个钳粉 在电极表面上面呢 它慢慢地松脱 那松脱的结果呢 这个电就没办法 从外部传进去 或是本身就没办法传出去 这造成电池的那个衰退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电极界面上 它会发生一些界面的反应 那这个呢在切断电池主要是它直传上的问题 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地方 我们前面知道 原来是氧化钳 另外一边是钳 就那个电池来讲 切断电池刚开始的时候 这个正极是氧化钳 这个负极是钳 那在这个电解液里面呢 它大概是硫酸 硫酸硫酸 这个硫酸呢 在放电过程中 它这个硫酸会扩散到这个多孔的电极里面去 跟它反应 然后把这边的钳变成硫酸钳 这边氧化钳变成硫酸钳 那这边氧呢 会跟氢离子结合呢 变成水慢慢跑出去 所以在这个 这个时候呢 它这个电极的表面呢 就会造成了硫酸呢 它本身有个浓度梯度 在这边硫酸的浓度很高 慢慢地扩散进去 所以就靠硫酸呢 这扩散进去的速度呢 决定了这个电池呢 最大能够放出多大的电流量 在这边 当你超过这个 它扩散速度的时候 你还强制对它放电的话 有时候就会造成 它那水的分解 或者是说你对它充电 也是造成类似的现象 所以在这个地方 当它在那个 随着它的放电的过程中 这个地方的 那个 硫酸钳呢 它慢慢累积起来 那累积起来的结果是什么 那真正有活性物质 是被这个中心慢慢盖住 所以说呢 使得这个硫酸根呢 它必须要 走比较长的路 要扩散过去这个硫酸钳呢 才会继续跟这边的反应 这个地方也是一样 你这边有多了一个屏障 像在反应初期 它直接在表面上就可以反应 但是这边呢 它要扩散 经过一些对它来讲 不会反应的物质 多孔的东西再过去 那所以这个时候硫酸 它的扩散速率呢 也会变慢 因为这个浓度 梯度呢 变那个 它扩散的这个途径呢 变长了 在这个地方 所以说这个 刚开始的时候 它这个电极的 电极的那个反应呢 它就发生在电极表面上面 在这个 它的界面上面 但是随着这个电极 在慢慢放电的时候呢 它中间呢 多了一个 那个区域 在这边 它的真正反应的Zone ReactionZone呢 慢慢会 会移到后面一点 它必须要扩散 经过这个中间这一部分呢 它没有反应的东西呢 过去 所以这反应速度 也就慢慢变慢 那所以这个来讲的话呢 所以刚开始的时候 它这个有一段 那个 那个 硫酸嵌在这边 但那个 它扩散的变会比较慢 就像我们前面讲的 但是当 如果说我做深度的 充放电的时候 深度放电的话 那这个时候 这个时候 它这个地方就说 在Charge 在后期的时候 这个时候呢 可能这个硫酸 牵变得非常非常的厚 那这样子的话呢 硫酸根呢 几乎是没有办法 跟它进去 那在这个 这个情况下 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 这个硫酸 它的浓度呢 它真正反应的 只有在这个地方 那这个地方 都要经过 很长很长一段路呢 扩散进去 那这些东西呢 都会造成电极呢 本身粉体的松脱 如果你只是在这个地方 起变化 慢慢的 这个地方 还是很多活性物质 可以给你继续使用 但是你一次 把它全部都反应光的时候 那这些东西呢 都起了一些体积的变化 那这些都会造成 它本身的 粉体的松动 那松动了以后呢 那这样下次 冲放电的时候 它就越来越衰落 所以你做这个 深度冲放电的话 电池的那个 冲放电周期 都会变得很少 如果说 你这个做浅度的 冲放电的话 这边活性物质还有 所以它会慢慢的 这个衰退的 那个区域呢 会慢慢还可以 一次可以沿用下去 但是你一次 把做这个 深度冲放电的话 那它的电池 整个就很快崩坏掉了 所以它这个电池的 那个它本身电极 它整个的结构变化 主要是第一个 它这个活性物质呢 它像锂电池的话 它是从一边 跑到另外一边 那这样子跑过去的话 会造成这边电极本身呢 它孔系度的变化 那千算电池的话 它是组成的变化 那这些呢 都会造成电极本身的 结构的变化 如果你深度冲放电的话 那它结构变化 就变得非常的大 那你浅度冲放电 它结构只在 电极表面的变化而已 所以说这个来讲的话 你深度冲放电 这个depth of discharge 就是冲放电深度 如果你增加 变得深度冲放电的话 那冲放电 那cycle life 就会很明显的降下来 这样子 那它电流的 那个下降的话 主要原因是说 它这个反应物质 通常反应都是 先从表面开始 那你到后期的时候 它必须要穿过 这个后期是内部的东西 所以这样它反应 不管是锂电池或千万电池 它电流都会变得 稍微会变小一点 因为它要透过这个 从里面反应出来 这个扩散的这个速率 都会变慢一点 这样子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呢 这个冲放电 通常来讲的话呢 你这个冲放电时间变长的话 就会那个 它的那个电池寿命 会比较好一点 为什么呢 也就是你冲放电的速度变慢 电流时间变小 就是如果一个电池 如果说你是半小时 就把它冲饱的话 你这个电流量非常的大 非常的大的结果呢 就造成说 它这个地方 是不是来得及反应 那如果说你很缓慢的 小电流来冲放的时候 这个电池的寿命 会比较久一点 因为它可以 有时间可以扩散进去 这样子 那通常来讲的话 都是就看什么样的电池 对千段电池来讲 也许六个小时 八小时充电 对它讲会比较好一点 小电的冲放电 所以是在这边呢 这二次电池的挑战来讲呢 第一个 它是有限的冲放电寿命 那这个主要原因是说 它电极在冲放电过程中 它的结构 跟它的组成在变化 那这个造成说 它的那个冲放电的寿命 变成有限的 那还有就是 它这个高电压的时候呢 充电的时候 或是你放电放得太低的时候 常常可能会有 副反应会发生 那造成电池里面组成的变化 不管是电解液 它被分解掉 或电池组 那个电极的崩坏掉 这样子 那所以它通常来讲呢 这个电池如果你要延长它的寿命 都是在低电流 浅度冲放电的时候 比较好一点 但这个结果就造成它充电时间长 那这些呢 都是一些呢 这二次电池未来希望说 能够把这些呢 那个改进 这都要它这些挑战